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 阳光温柔地洒在大地上 为这个早晨增添了几分温馨 摄影师如约而至 带着购买的日常所需物品来到了阿祖法的家门前 穆罕默德也趁着这宜人的天气 一大早就在工地上忙碌起来 开始搅拌水泥浆 为接下来的工程做好准备 阿祖法则将屋内的地毯细心地铺设到门外的地面上 为家人创造了一个舒适的户外空间 他还把小女儿阿斯曼的婴儿床搬到了地毯上 让阿斯曼可以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随后阿祖法拿出面粉准备揉面 他打算制作一顿传统的煎饼作为早餐 让家人享受一顿美味的餐点 穆罕默德在将水泥和沙子按比例混合好后 也来到了阿祖法的身边帮忙 他先是收集了一些干柴 点燃了火堆 然后将热水壶放在火架上 开始包煮 为冲泡热茶做好准备 趁着水壶还没煮开的间隙 穆罕默德又来到了地毯上 一边观看着妹妹阿祖法揉面团 一边陪伴着阿依达玩耍 他巧妙地拿出一个锅盖 并用小刀切开旁边树木的果子 简单而巧妙地制作了一个小陀螺 最后 他还教会了阿依达如何在锅盖里玩耍这个小陀螺 阿依达对这个新奇的游戏充满了兴趣 他的笑声清脆悦耳 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为这个温馨的早晨增添了更多的欢乐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美好早晨 阿祖法和穆罕默德的家被一种忙碌而温馨的氛围所包围 随着面团在阿祖法灵巧的双手中准备就绪 他开始了传统煎饼的制作 他走到火架旁 将煎饼所需的煎锅仔细清洗干净 然后放置在火架上加热 当锅热到恰到好处时 他便开始将面团灵巧地摊开在煎锅中 利用煎锅的热量将煎饼烫至金黄熟透 尽管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亲手制作煎饼了 但阿祖法的记忆依然娴熟 他的手法依旧精准 不久 一块块香气四溢的煎饼便陆续完成了 穆罕默德和阿依达站在一旁 早已被这诱人的香气所吸引 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享受这顿美味的早餐 阿祖法的煎饼不仅味道美妙 更充满了家的温暖和爱 每一张煎饼都金黄酥脆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让人垂涎欲滴 穆罕默德和阿依达一边品尝着这美味的煎饼 一边对阿祖法的手艺赞不绝口